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那最严重的障碍 执着 执着就是见死烦恼 那见烦恼 奉五大类 第一个是神 神见 第二个是边界 边界就是对立 就是不祸险 执着有个五 五个人就对立 叫边界 本来都没有的 是一体 不二 性向不二 没有对立了 那么再由 见去请 借去请 这两个人 这两个喝起来 中国人讲的 成见 某人 成见很深 自以为是 不能容纳别人 成见 成见两种 一种是阴上的 一种是果上的 戒取见是阴上的 戒取见是果上的 都是错误 都是错误 幕后还有一个 邪见 不属于 上面四种 所有一切 错误的 之间 就叫做 谢谢 朕 虚头安裤 要把这五种 断掉啊 虚头还难的 比邱王三难多了 王三比朕 错误 很容易多了 这个账要会算了 你看 徐托华 把这五种剑 断掉了 真的错误 神人 他不退转 永远不会 退多多反复 那么他在六道里头 有期限 天上人间 其次往返 思惑 断尽了 思惑是什么 贪 臣 吃 满意 这个很难断 这个通通断掉了 就脱离六道轮回了 换一句话说 六道轮回的根 就是贪嗔吃满意 你贪嗔吃满意没有了 你就出六道了 六道想留也留不住你 你一定出去了 那为什么 你跟六道没关系 你跟他有关系 你出不去 你跟他没有关系 关系脱离了 他到哪去了 他到摄法界 深温法界去了 下车 上面还有 圆九法界 菩萨法界 佛法界 那个菩萨佛 都没有见性 这叫全教菩萨 全教菩萨 说明菩萨 不是真菩萨 但是 他的智慧 超过阿罗汉 没有大车大物 大车大物 明显健身 就超越 摄法界了 摄法界 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摄法界是 无明烦恼 变现出来的 六道轮回 是贪嗔吃满意 变出来的 见思烦恼 变出来的 佛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真的要听懂了 听清楚了 就知道 怎样才能脱离 丢到了我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佛讲得有理 告诉我们 你只要能这么做 你就能出去 但是断烦恼 真难了 不好断了 特别是神仙 总是以为 这个神是自己 要好好养这个人 让这个神说 利苦得罗 不知道神是假的 不知道神不是我 我 我是 能做主宰的 我是不生不灭的 这个神是生灭法 这个神 做不了主 刹那生灭 想停一下 不生灭行不行 不行了 不能做主 这都必须要知道 佛所说的话 最终是真话 现在 量子力学家 给我们证明了 量子力学家证明 所有物质现象 包括我们身体 都是 都是念头 在高频率 当中产生的幻想 这个幻想就是物质现象 实际上根本没有 这个幻想是什么 是全宇宙 不是我们这个神像 整个宇宙 在佛法的名词 叫变法界 修空界 包括过去 现在未来 统统在其中 像我们 放这个 电影的 混的面影 这是个 过去电影 是动画 这就是动画里面的 一张一张 再放音机里面 镜头 开关 开关 打开 给一张进去了 关到的时候 换第二张 它不行啊 那么这个幻灯片 在机器里面 一秒钟 换了多少张 二十四张 不多 我们眼睛就看完了 它以为是真的 那么现在的电视 科学家告诉我们 现在用的这个电视 是彩色的 一秒钟一秒钟 早年的电视 也许同学们会记得 也许你们不记得 五十年前的电视 是黑白电视 不实在是 一秒钟 五十张 现在进步了 一秒钟 一八张 那么 佛告诉我们 我们现前 眼睛二听 六根六尘 它们 存在 一秒钟 多少张 弥勒菩萨 告诉我们 两千两百 四十兆张 这个画面 是整过的 就像打在 荧幕上圆满的 没有欠缺的 变法界 虚空界 是像电影影片一样 这个要知道 发声没有像 发声是 是屏幕 屏幕 屏幕打开 一片光明 什么都没有 所以屏幕叫长级光 它没有生命 叫长 它没有动摇 叫急 它是一片光明 什么也没有 但是里面 能现 一切 影响 它能现 能现是有生灭的 衬托 它这个 屏幕啊 没有生灭 没有生灭的 我们叫做 比如说发声 有生灭的 比如叫它做 舍法界 一真 一真 壮严 或者叫它说 一切万法 是这么会 有生灭的 你 头 头 啊 你 头 头 啊 你 头 头 好